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研究魔术了 请小古东玩一会儿吧 玩一会儿 我可没时间 玩一会儿 玩一会儿嘛 那这样吧 小古东 我就用这副扑克牌 和你来玩个游戏怎么样 好 玩游戏了 集中精力 看好 我现在要摆数字了 8 9 7 6 7 5 8 6 好 五秒钟时间 赶快记住他们 顺序不要错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收起来咯 好 小古东 现在给我说出刚才的那六数字吧 八 九 七 六 然后呢 六 九 五 五 没记住 Jacobs 帮你打我再看一眼 妖吧 小古东 为什么跟你玩这个游戏呢 因为今天我要变的魔术 就和这个记忆力有关呢 那是什么神奇的魔术呢 接下来我就给你 还有小朋友们 一起来表演一下吧 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小嘉宾 李卫嘉今年六岁 小嘉宾 王丽玲今年七岁 欢迎你们 哭哭哭 李啪啪大魔术师 要给我们表演什么神奇的魔术呢 最近这段时间啊 我表演的魔术呢 很多都和这个扑克牌有关 那当然了 每一次这个魔术都不一样 每一次呢 都有更新的这种 不一样的创意啊 来 首先呢 我请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 对不对 对 有个问题问你们 我们天天经常的打扑克牌玩 你们知道 一副扑克牌有多少张吗 真不知道 36张 36张 不对 42张 小朋友我在瞎拍啊 好 那我来告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其实大家在家里也可以数数看 我说的对不对 一副完整的扑克牌当中 一共是有54张 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 怎么算呢 因为前面都有10个 然后后面有12张 然后那前面10张加起来 前面前面4个加起来就那40张 然后后面加起来 就是12张 然后4个加12的女5 然后在红牌黑牌加起来就那个 大小王 大小王 非常棒 好棒 我们小朋友们非常的聪明 迅速地就算出来了 数字的牌有10张 哪一张有4个花色 对 就是40张 还有高圈K 对不对啊 对 还有大王小王 对 加一块正好是54张 好 那这个也是告诉小朋友们 平时我们在玩牌的时候 在娱乐的同时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地观察一下 当然了 今天这个魔术就和这54张牌有关系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这份牌有没有什么问题 仔细地检查一下 随意地看一看 是不是就是普通的扑克牌呢 是的 好 红火锅 现在就要见证奇迹了 我不看 小朋友们随意抽取其中的三张 连在一起的三张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让我看 把它轻轻地抽出来一点 好 好 抽出来一点点就行了 好了 我现在呢 想请两位小朋友 分别告诉我两边的牌是什么 左左 告诉我这边的牌是什么 梅花酒 梅花酒 好 那这张牌又是什么呢 请告诉我 丁 丁是什么花色呢 梅花钩 哦 梅花钩 这张再让我回忆一下 是 梅花酒 梅花钩 梅花酒 梅花钩 现在呢 我要运用我的魔力了 大家后来一起说 乌拉乌拉酒 再说一些信息 首先我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 这是酒 这是钩 这是酒 这是钩 对不起 刚才那信息不太明确 我再来试一试 哦 我知道了 嗯 他说这张牌比这两张牌都要小 对吗 对 就比他们小对吗 嗯 小多少呢 他说小那么一点点 那就应该是 八 是什么八呢 两边都是梅花 中间要变一变 不是红桃 就是方片 嗯 我知道了 这什么 中间那张牌就是方片八 如果对了的话 掌声给我鼓励 太神奇了 怎么样 我的魔术非常厉害吧 大家想不想学 想 好的 如果想学这个魔术的话呢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问一问我们的好朋友 魔像乌拉拉 都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吧 好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说 魔像 魔像 乌拉拉 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 一副扑克牌 哎 红狗狗 刚才这个魔术神奇吗 太神奇了 我一点都没有看出破绽呢 真的 对 在你的眼皮底下 你都没有发现 可能被你精湛的演技给迷惑 哎呀 不敢当 不敢当 现在呢 我就来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变这个魔术 请拿出一副扑克牌 当然了 如果是这个残缺不全的 不是一副整的扑克牌 也没有关系啊 当然了还记得 刚才我说的 一副牌有多少张呢 五十四张 对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全都记住了 五十四张 好 在我们的小朋友 和小咕咚面前呢 也有一摞牌 现在呢 你们三个可以合作来完成啊 来 一个人呢 打开牌 然后呢 让另外一位小朋友 或者是小咕咚 帮你抽三张 来 阿蜜 你把牌打开 好 打开 然后呢 另外一位小朋友 抽三张 抽连着的三张啊 好 朵朵小朋友 或者是小咕咚都可以 好 朵朵 我们一起来 来 抽出三张来 连着的啊 这三张可以吗 好 你们不要让他看到啊 好 不要让阿蜜看到啊 好 好了 好 然后呢 把它拿起来 请红果果告诉我 这边这张是什么牌 方 方片三 方片三 这边这张呢 黑桃七 黑桃七 好 方片三和黑桃七 那我很容易能够想到 经常这个牌啊 是按照一定的序列 来排列 那么就是说 这边是三对吗 对啊 这边是七 我们经常说 一三五七九 二四六八十 中间这张 我猜就是 五 哎呀 我突然想我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个五呢 和三的关系更好 所以呢 它选择出现的花色是 方片五 啊 快揭秘 好 快揭秘 但是我们的小朋友说 哎呀 我怎么没有感应到 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你方法 只要我把牌翻转过来 你们就知道 其中的奥秘了 好幼稚 在背面呢 我们把这个其中的一脚 轻轻地握过来 就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 露出了 来 电视机前小朋友 露出了方片五 好 来 小朋友 用我的这个方法 告诉我们中间那张牌是几 好吗 轻轻地看一下 动作不要太明显啊 小朋友 多多 这边是 这边是黑桃七 对了 这边呢是黑桃五 中间那张牌是几 大声说就行吧 是什么牌 黑桃六 好 来 大家鼓掌 小朋友们拍包啊 今天的魔术学会了 为自己拍拍手 为自己加加油 嘿嘿嘿 大家一起拍拍手 一起加加油 好 谢谢 太好了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都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摩香乌拉拉有没有学会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一起来看 乌拉拉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向观众展示扑克牌 并请观众选出相邻的三张牌 第二步 让观众说出左右两张牌的同时 从背面翻看中间的牌 并说出这张牌是什么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太好了 摩香乌拉拉也学会了 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一定都能学会这个魔术 那我知道在我们的场外呢 来了一位小小魔术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他带来的魔术表演 尤其魔爆小猪 好 啦啦啦啦啦啦啦 魔术很神奇 啦啦啦啦啦啦啦 魔术很容易 只要动手又动脑 只要你愿意 小小魔术师就是你 小小魔术师曹瑞炫 今年六岁 来自北京市 曹瑞炫 今天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 在这里有个手机 和一个司机 还可以用来干什么 可以用来操手机 现在屏幕是亮着的 只要轻轻一吹 它就会灭掉 其实我给大家开个小玩笑 我真的要不要想 让司机从手机里面穿越过去 现在我把司机放到手机的中央 想说一个咒语 乌拉乌拉 就 它就会从手机里面穿越过去 我的魔术师办完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魔术 你们觉得神奇吗 神奇 神奇 太神奇了 变魔术 变魔术 我爱变魔术 快来吧 米方 好的 让我们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乌拉乌拉丘 我爱变魔术